长夜晋明,夜心物将六枚灭魂钉打入弹台晋体内后,一边后悔不该伤害弹台晋,一边想办法继续除去血骨。 这个时候,记则又出现了,还给他带来了新的暗示,那就是明夜和桑九的结局。 当初明夜想用鲜髓换魔骨,夜心物觉得自己或许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继续拯救苍生,却没成想这一切都是阴谋。 在夜心物看来,他既不想伤害爱人,也不想伤害苍生,所以他选择了用自己的鲜髓来换蛋台晋的血骨,这样爱人和苍生他都能护下。 可是他却不知道,当初在荒冤的,并非只有记责,一开始喊他的,是他的父亲弟缅,那个害他出生就没了气息,害得他母亲穿梭万年,耗尽神力才救下他的人,如今又来算计自己的女儿了。 万年前神末大战,地缅为了血骨,打伤初皇,而魔神赶到,初皇为了保护明夜封印血骨而被杀,之后记则隐身封印魔族,众神归须,可是初皇却被救活了。 而地缅虽然爱初皇,但是他更爱权势,更爱血骨,所以五百年后,林苏苏带着血骨回到过去,却没成想对地缅算计,五百年前,记则曾说过,荒冤结界三百天后就被破,到时候魔族就会出现。 因此,地缅在五百年前就破除封印了,他在荒冤设计女儿,就是为了得到魔神的血骨,于是五百年后,苦心故意地将血骨骗走,企图利用血骨,成为魔神,掌控天下。 可是他忘了,初皇就曾为了保护苍生而死的,林苏苏一样会秉承母亲的遗志。 而苍九民得知,林苏苏就是夜心物之后,更是主动成为魔神,逆转同悲道,林苏苏天生鲜水,修的是无情道,一直无法成神就是因为感情。 眼看爱人成魔神,他心生绝望,终于飞升成神,凭了魔族之乱,而地缅害死爱人后,又差点害死亲生女儿,即使死了,初皇也不会原谅他吧。